端午节快到了花莲县花莲市主权社区发言协会 29号举办了端午纵箱研习活动 现场学中会特别到场亲手包粽子展现了好手艺 现场众叶飘香 场面相当热闹温馨 花莲县花莲市主权社区发言协会 29号这一天在主权社区 花莲市德兰一节118号 盛大办理端午纵箱研习活动 现场学中也前往现场来参加 同时也看到社区的婆婆妈妈们 遵循着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来包粽子 现场许真伟也亲自来体验 一个步骤按照顺序来和大家一起来包粽子 是我今年这一刻第一次包粽 很开心就完一眼 而且跟大家这样子 跟我们这个阿姨们 这个包粽子可以聊天聊不前的事情 聊聊我们生活的事情 家里的事情 这就是互相的交流 而且共同学们都在处理 对不对 真的好开心 我们也开心 你也吗 谢谢阿姨 这对啊 当女儿这样子 主办当委也准备了包粽子的材料 先让徐正伟 所以凡协会理事长和婆婆妈妈们 包粽子之外 同时也先聊话家长 和其相亲 一直第一次妈妈的时候 所有的过程 大家可以说是感触良多 现在选中表示 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将到来 也感谢大家不忘大中华民族的中国文化 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做好欢迎的工作 同时也祝福大家端午佳节快乐 记得终于华收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